那看起來檢查問是盯住了 看起來是非要 就像台北地檢盯馬英九一樣 非把你幹掉不可 那鴻威 我覺得這件事情 老實說我覺得蠻欺負人的 在第一次 就因為你40天 兩次的大的搜索 第一次大家記不記得 40天之前 他是繽紛30路 你看這是很大動作 因為這30路不是只有你的辦公室 你的關頂 你的住家 通通一起搜 搜完而且呢 24小時徵訊 夜間也徵訊林志廟 林志廟出來的時候 都差點那個跌倒了 因為已經可是頭昏眼花了 結果這樣子30路的這個搜索 然後這樣24小時徵訊之後呢 請回 沒事 你想想看你今天是針對一個縣長 而且是針對一個候選人 因為他尋求連任 你這樣大動作 第一次沒事 可是沒事之後呢 第二天呢 第二天 立刻就有特定的媒體周刊 把這個林志廟的賬戶 就是部分把它呈現出來 獨家呈現 然後說什麼呢 說過去幾十年 過去幾十年 林志廟的賬戶啊 有上億資金的流動 幾十年 幾十年 很多人想說 假使你要是那個常常在股票買進買出的 做當沖的 可能很多人一年可能有上億 很多人在那邊做那個當沖網嘛 所以幾十年的一個賬戶說上億然後就把它變成你知道嗎 這就好像這過去我想到當時的張天青那個東廠說影射的力量最大 他就影射說你的賬戶呢有上億的資金輸入 這次不是又是這樣嗎 財產來源破名罪 但是呢 林志廟事實上在宜蘭的政壇很多人都知道 他過去確實欠債 他過去欠債 所以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呢比如說我今天欠林育芳委員 那我要還你 我知道自己我可能這次我跟趙阿哥借一些還給他 然後我現在欠你啦又怎麼樣又還給你 那他家的欠債呢是在宜蘭政壇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不是 這次就是說你所謂的財產來源不明罪 或者他的帳戶裡面有進進出出 那這一點如果是 是在上一次他就有說明的 那你還要繼續的辦他 我覺得這是什麼呢 這叫做欲加之罪啊 好第二點我剛剛講說 40天內又開始來搜索 好這次搜索之外就是要深壓 要壓他然後80萬交保 那你知道深壓假使讓他深壓成功 其結果是什麼呢 林育廟就沒有辦法執行縣長的職務 那就要有代理縣長 那這個代理縣長是由誰來代理呢 對不對 是由中央再派人進去代理嗎 那在這樣一個非常 這個敏感的一個選舉的期間 你整個的司法偵辦 兩次的兩次的大型搜索 而沒有辦法成功的 羈押到林育廟 那你不會讓人家覺得 你這個是有什麼特殊的辦案嗎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是讓林育廟選不下去嗎 所以很多人就在講說 你國民黨還要提名林育廟嗎 你還要提名林育廟嗎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的目的就達成了嘛 讓他一邊選一邊批 應付整個的這個司法 我真的覺得是說 如果經過兩次的這樣的大型搜索 你沒有辦法把林育廟一刀並命 那你到底在辦什麼呢 好剛才特別講的 雞六用地 就是剛才那個慶元特別講 上次就是雞六用地嘛 這次好像不了了之 那你知道在那一次事件之後呢 有一個人叫做陳元發 陳元發呢他是前宜蘭縣的秘書長 對不起他不是林育廟的秘書長 他歷任好幾個老縣長 游錫坤 劉守成 呂國華 除了呂國華是國民黨籍 游錫坤跟那個劉守成都是民進黨籍 他是一個老的 那個宜蘭縣的秘書長 他做了很多年 他說他來看喔 他自己說 他說他來看機關 跟雞六用地的變更 他說這怎麼叫土利呢 按照他這樣老公務員 他看起來不是啊 因為就如同剛才那個 那個慶元說的 雞六用地因為會陳吉德出來嘛 就前代理縣長就出來講說 這件事情啊 那個弊案重重啊疑點重重啊 因為當時 他原來是住宅區 在陳吉德時代呢 把他變更變成機關用地 那原來的地主呢 就當然不高興啊 你怎麼把我地變成機關用地呢 所以他們就不停的陳情 不停的陳情 不停的去陳情 那所以呢 宜蘭縣政府 一方面地主一直陳情 議會有反應 對 沒有到了 還有第二點 就因為你要去徵收 那這是 要幾千萬 那他們也評估說 第一個 地主反彈 第二個 這個財務上也不知道合您合約去徵收 所以呢 宜蘭縣政府確實這樣想 說那是不是再把它變更回來 可是你知道嗎 你所有的這個變更用地 不是縣市政府 我給你變更就變更了 你要到內政部去啊 那第二個 後來呢 有些議員就罵了說 這樣不能變更不能變更 所以這件事情呢 他到現在為止還是機關用地 他沒有把他真的把變成那個住宅用地 然後你就說 他土地 土地 那我請問一下 在這樣的整個程序裡面 也許你講說 我可能有立場 我可能有政黨 我剛剛講嘛 這個陳元發先生 他當過劉錫坤的官 他當過劉守成的官 他也當過呂國華的官 他都講這怎麼叫土地呢 這次變成沒有這個機關 機六用地 現在搞一個土徵稅 他說這個土徵稅多少錢呢 一百萬 一百萬 好吧 我假死假死 我假死他 他要給你怎麼退用或怎麼樣 他能退多少 一百萬 他給這一關要多少 然後呢 你殺雞用牛刀 而且這種土徵稅的 本來 連這個千層都不需要到那個什麼 到縣長辦公室 縣長根本不會去管這個事情的 然後用這個來辦他 然後另外就是用他財產來 變不明罪來辦他 我只是在講說 如果有什麼 他真的有貪污 真的有土地的事情 我支持檢調去辦 但是兩次這樣大規模搜索出來 結果如此 我覺得你到底是辦案呢 還是要影響選舉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